欢迎来到这次华硕的最新的发布会 然后这次发布的一个比较重磅的一个产品 就是华硕的ZenBook Pro 然后它搭载的是一个标压的i7 i5i7处理器都是都有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GTX1050Ti的一个独立显卡 还有就是1TB的PCIe的固态硬盘 PCIe 3.0×4的速率 还有就是最高搭载16GBDDR4的一个内存 然后最高也是配置了一个4K级别的一个显示器 然后可以看到它是一个超窄边框的设计 之前在美国有发布一款产品叫做UX50 然后从这个开机动画可以看得出 它就是UX50的一个正式的发布的一个版本 在国内的话一个名字应该也会叫做ZenBook Pro 然后可以看到它的前方有两个扬声器 它的扬声器也是ZenBook Pro这次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卖点 然后后侧就是它的机身背部也是有扬声器存在的 可以看到靠近用户使用的一个范围内有两个扬声器的存在 然后整机的一个质感和它的做工的话 其实是跟苹果的那个MacBook Pro是比较靠近的 也是Unibody一体成型的一个机身 然后但是呢它的一个小缺点可以说是 或者说是一个值得顾虑的地方呢 就是它的一个底面它是没有任何的进风口的 可以看到没有任何进风口光板一块 然后出风口的话可以隐约看到底面有两个出风口在这边 分别是左侧侧侧和右侧有两个非常隐移的出风口 所以说它的散热我觉得还是有待继续测试的 另外呢它的外观的话也是同性元的外观 但和以前不一样的是它的ASUS的logo是可以发光的 当灯亮起的时候 它的ASUS的logo是可以发白光的 可以看到它有发白光对吧 然后它的触控板的话也是一个玻璃覆盖的面子 然后它的手感非常的不错 还有就是它的一个指纹识别的技术也是搭载在上面 那么值得看一提的是呢 就是它的这个键盘的位置 键盘小键盘的这个位置也有做一定的变化 但是变得好还不好 我们先按次不表 就是说它的上下左右键已经被拉长了 是这么一个 上下左右键已经被拉长了 是这么一个设计 然后它的一个 它的一个薄膜键盘的手感的话 也是中规中矩的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一个变化 然后接口方面 接口方面 双雷电的一个接口 然后还有就是一次为一个HDMI接口 还有一个是电源接口 这是左侧的一个接口 然后右侧的是 右侧的是一个耳机接口 还有一个是SIM卡的插槽 还有一个是USB3.0的一个接口 还有一个是支持关机充电的USB3.0接口 所以说它的USB接口还是很多的 包括Type-C接口 加在一块的话 还是足够日常使用的 这两个Type-C接口都是雷电3 售价的话是起价是1299美金 这个i7配置的肯定要过万 然后接下来是我们比较重视的 第二款的一个15.6寸的笔记本电脑 但是它的价格要便宜很多 它的名字叫做VivoBook Pro 15 它依旧配备了一个标压i7的一个处理器 还有16GB的DDR4内存 以及GTX1050的独立显卡 然后它的顶配是4K的一个显示器 那么72% NTSC的一个色域 还有就是它的一个边框没有超窄的技术 这是一个可惜的点 刚才可以看到的超窄边框 然后它的AC面的话也是一个金属的材质 单身做成金属拉丝 那么质感的话相比Sample Pro 稍微有一点不一样 然后并且它的一个触控板 也不算是一个玻璃材质的覆盖了 手感的话也跟这个波可有区别 但是它的指纹识别技术还是机身下来的 那么键盘手感键盘的造型上面 跟于Sample Pro有不一样的地方 主要是它多了一个小键盘 但是小键盘的空间和它的大小非常的小 可以看到它的标准的一个键帽是这个样子 但是它的小键盘是这个大小 然后被缩小空间了 因为这个空间还是压缩的不够 然后它的A面我可以说一下 它的A面的话其实还是一个金属拉丝的 一个竖条纹金属拉丝的一个处理方式 和C面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把视线转移到底面 这条电脑的话它是有进风口和出风口的 然后底面也可以看到两个喇叭 负面在左下角和右下角 靠近人的使用位的一个地方 接口方面的话是 右侧依次为指示灯 然后还有一个SD读卡器 然后还有耳机接口 两个USB2.0接口 一个防盗锁扣 左侧依次为电源接口 网线接口 USB3.0接口 HDMI接口和一个USB3.1 Type-C接口 它是不支持了一点技术的 然后背部的话是没有任何接口的 可以看到它就是个转轴 然后它的出风口呢 它也依旧是一个下沉式的一个出风口 它是隐藏在转轴下面的 我们来看一下 从这个位置应该能看到它的出风口 然后没办法判断它的散热规则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款 这次的一个首发的一个产品 叫做ASUS Sandbox Flatpass 这台电脑它有10.9毫米的一个 10.9毫米的一个厚度 然后是1.1kg的轻薄 然后英特尔的酷睿i7的双核处理器 应该是i7-7500U 和1TB的PCI固态硬盘 以及它搭载了4K屏 4K屏 这台电脑13寸 13.3寸但是搭载了4K屏 然后它的还有一个快充的技术 快充技术现在是在华硕的新体基本里面 几乎是一个标配 应该是基本都是四十几分钟能冲卖60% 对对对 已经是个标配了 所以说它标称的一个电池序法 也是11.5个小时 好我们看一下这台电脑 这台电脑的话 它的设计风格和之前的零耀3是差不多的 可以看到蓝色的金属同心圆外观 还有就是一个金色的包边 金色的包边一直是非常骚起来 一直是华硕的一个典型的设计 然后我们可以打开机器可以看到 打开机器可以看到一个13.3寸的一个 应该是14寸 一个4K的一个分辨率的一个显示屏 非常的锐利 然后ASU S&POK的一个金色的一个logo 它是触摸屏 它这个触摸屏 翻转屏肯定是触摸屏 ASU S&POK的金色logo在底下 然后它的键盘的话 跟那个S&POK Deluxe是一样的 是蓝色的键帽加上金色的字体 金色字体的话也是会发出黄色背光 然后玻璃覆盖的一个触控板 手感非常的好 但是很奇怪就是说 它的正面是缺少的 就是没有原本在这边的一个 指纹识别的按钮 指纹识别的按钮 改到侧边在这里 然后电源键在这里 然后依次为电源键 音量调整键 指纹识别按钮 和一个Type-C接口 这个Type-C接口也是可以关机充电的 然后这边左侧的话 刚才是右侧 左侧的话也是同样一个Type-C接口 这个也是支持雷电的 然后同时也是可以充电的一个Type-C接口 它就是耳机接口和电源指示灯 以及一小排的一个散热出风口 它的底面也是一个一体式的一个无尽风口的一个设计 这四个分别是音响数 音响数 然后可以看到这次它的转轴 设计的是一个亮面的一个材质 不像是原先是个暗面 它是个亮面的一个材质 不是磨砂的材质 然后它整个电脑是可以翻转过来的 但是在翻转的过程中 可以看到它的转轴 它是会沉下去的 所以说电脑在翻转的过程中 可以一点点被电起 镜头看上去 可以看到 可以一点点被电起 这个设计就跟ZenBook Pro 就是跟Asus Pro的一个商务本是一样 所以说它在放下来的过程中 这个键盘是有一个倾斜的角度的 是有倾斜角度的 然后再往下翻的话 再往下翻的话 它就会被翻成一个平板电脑 它会被翻成一个平板电脑 然后呢 这个就是华硕搭配的笔 这个笔的话是1024级压杆 实话是说是在行业里算低的 但是没有关系 1024级压杆笔 笔红做笔没有好 对吧 聊顺于无 所以说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设计 然后可以看到这个底面是一个磨砂的 塑料磨砂的一个 应该是防滑用的吧 这样的话捏在这里手感是非常好的 手放在这边手感非常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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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